首相斯托尔滕贝格说 在出租车上可以最好地了解民众们的想法 于是有一天斯托尔滕贝格乔半城出租车的司机 发着客人前往奥斯路各处地点来旅游 星期天斯托尔滕贝格乔半城出租车的司机的录像画面呢 出现在一家报纸的网站和这位首相的脸书页面上 有一家广告机构策划了这项举动 作为斯托尔滕贝格竞选连任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隐藏的摄像机记录下了挪威人的政治观点 以及他们在发现为自己开车的司机原来是首相之后的反应 摄像机还记录了斯托尔滕贝格承认自己已经有八年没有开车了 其中有一名乘客就对斯托尔滕贝格的驾驶技术评价不高 而针对今年九月选举所做的民调显示 斯托尔滕贝格的工党的支持率目前落后于保守党